请看下一个概念 倍数判别法 2的倍数怎么判别呢 你要判断这个2的倍数呢 我们先我们找几个倍数来看一下 这个2的倍数你看 2的一倍 212,224 236,248 2510 2612 2714 2816,2918 再来20 再来呢 22,24 26,28 30 好那32,34 36 38,40 好点点点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个2的倍数呢好像都有一个特征 它的 你只要看尾数就好了 如果它的尾数是2 或者是4 或者是6 或者是8 或者是0 都会是2的倍数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以后你要判断2的倍数呢 你不用拿来除 你不用直接除以2看看 能不能整除 不用这样 你只要判断它的末尾 就可以了 如果末尾是0 如果末尾是0 4 6 8 它就会是2的倍数 好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比如说有个数字叫做 123456 7 8 9 0 然后这个数字 这数字很大 对不对 你要判断它是不是2的倍数 那怎么办呢 你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你直接除以2看看 能不能整除 如果可以整除的话呢 那就是2的倍数 那如果不能整除的话 那就不是 那你第二种方法呢 你就判断末尾 它的末尾呢 是不是02468 其中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末尾是0 所以呢 你就不用除了 我们只要判断末尾就知道 这个数字 它是2的倍数 好 那这个概念呢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末尾是02468 其中一个 那就是2的倍数 那就是2的倍数